哈喽,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二,我在泰国的向导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疫情期间的向导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来到了一家餐厅,名字叫做Magic Auden 我简称它为火把餐厅吧,真的是很漂亮 大家一起看一下 厅外面是一棵大树,挂满了灯笼 然后还点了很多火把,都是真实的火把 看一下下面,下面有很多桌子椅子 现在疫情期间人不多,所以下面应该是没有开放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氛围很好啊 这家餐厅的老板应该是老外 然后我看到了客人哦,基本也是老外 吃饭的椅子桌子都很有特色 比如这一个,是一个鞦韆椅 还有这边的呢,就是一张床啊 沙发床,可以坐很多个人 泰国人很喜欢盘腿而坐呀,坐着吃饭 这边都是床 然后这边掉了灯笼啊,很漂亮的 这边还有一些书 嗯,很多书可以免费看书 这些还有很多,哎呀天,这里比较黑,拍不出来 是佛 中国的,印度的,嗯,都有 这边还有一些旗,可以下旗的 啊,还有宣传册 都是向导的旅游地图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 嗯,那如何坐车交通啊,旅游啊 还有一些度假村的推荐啊 旅游景点的推荐都有 我们现在走另外一边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桥 这个氛围很好哦,音乐 啊,安安静静的 啊,这边还有很多 椅子 有个小女孩在玩这个捉球 往楼梯这边下来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啊,这边都是小石头啊 现在我没有穿鞋子 顺便进入脚底按摩吧 看一下火把,树 然后这里有一个种了一些草啊之类的 椅子 有一只小猫咪 喵喵 它不理我 这边往下走是,啊,洗手间 哦,这是洗手间做的 挺有特色的 洗手间就不拍了吧 这边是洗手池 嗯,蛮有情调的 现在坐下来了 现在坐下来了 点了一杯鸡尾酒 试一下味道 已经喝了 已经喝了 甜甜的 你给这小猫 我觉得这鱼肉都能捞出来了 你给这小猫 就会帮着 你给这小猫